下半年包括11年的上半段的比赛里面杜鹏宇在一些大赛里面应该说都还是有不错的发挥 虽然没有能够打入到最后的决赛啊半决赛 但是应该说对杜鹏宇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而且杜鹏宇应该也是说场上的特点非常的突出 尤其是对杜鹏宇的这个体能啊印象非常的深刻 即便是打到和对手打到第三局的时候杜鹏宇的这个体力依然是非常的充沛 所以对于体能相对来说比较弱的爆春来来说像杜鹏宇这样的选手 真的是一个噩梦啊 而且杜鹏宇的爆春来的杀球啊对于杜鹏宇来说威胁不会太大 爆春来还是由自己的技术啊牵制对手 但是机会出来的时候没有能够抓住 我确实杜鹏宇的飞升球啊飞升旧球一直以来也是表现得非常的顽强 所以像这样打的话场上一开始就出现多快 对于爆春来来说非常的困难 这样的打法至少对爆春来来说不合适 嗯 关键杜鹏宇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一种场上的速度 嗯 所以也不会轻易的给爆春来很主动的进攻机会 对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爆春来还是在场上的节奏啊 那爆春来还是在场上的节奏啊 变化上应该会慢慢的想办法 好球 杜鹏宇也虽然说这种突击力量包括速度不一定说非常的有威胁 但是关键是杜鹏宇也三局都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突击能力 嗯 这对对手来说也非常可怕了 啊 发出来对这个球的是否之外 也是心存犹豫 4比1 杜鹏宇现在领先 杜鹏宇也虽然说这种突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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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来现在也是改变了节奏有点加速 开局的时候适当打打这种球 把让自己的整场速度加快 这是有好处 发出来的这种高点杀在自己体能比较好的情况下 成功率还是非常的高 又是几乎砸到线上的一个球啊 又是差一点点就是到了界外 好球 好球 杜鹏宇非常的顽强 这球杜鹏宇觉得发生的刹车有些异议 这球从我们的角度看来 也像应该是戒内 主才也是把球判给了 包出来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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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出来的 刷球到目前来说 没有 直接得分的这张球 基本上是在 起到一个战术的 调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看到杜鹏宇的防守也是非常的好 确实防守能力非常的强